云林二期稻作进入了稻谷发育期 农民担心麻雀抢食会影响到修成 展开了人鸟大作战 一般做法都是差旗帜 还有稻草人来驱赶麻雀 但是效果并不大 就农民自制了定时炮 在出现箱上面悬挂的鞭炮 当这个箱烧到了鞭炮就会引燃 这个炮声就会吓跑毛雀 而如此一来 农民也不用一直待在田里头 放眼望去一大片绿油油稻田 现在是云林二期稻作 稻壳发育期 不过三不五时就会飞来一群麻雀 忽视眈眈 想偷吃 这些人都没变 都没努力 我们如果没有管理会差不多多少 差不多一千 因为麻雀最喜欢把稻子里的淀粉浆吸走 一旦被偷吃 稻壳就会变成空包蛋 影响收成 农民会在田梗插旗帜驱赶麻雀 不过最有效的还是要用这个 麻雀最怕冲天炮 加上今年麻雀数量又比之前更多 农民为了对抗麻雀自制定时炮 比较老师说 阿湾有炒 有炒香啊 他一旁一旁一旁 他香的时候他一旁一旁一旁 他走会飞 你每天都要来玩吗 对啊 最后六点就要来烤 像是这样的粗线箱 可以挂三四十个吊炮 平均一二十分钟就会发出炮声 吓走麻雀不仅成本只要五十元 农民也能节省人力 不用一天到晚守在田边 终于能少少安心 建国争议 原来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